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潮州商会永远荣誉会长胡建江的公司大厅内,摆放着约20个纸箱,贴着白纸黑字,捐赠医疗及防卫衣2000件,受赠机构为安徽医科大学二福院,更早前他还曾捐赠10万元人民币,胡建江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阐述他的善举,我们都是同舟之人,不能置身事外。 农历新年,胡建江正在澳大利亚陪伴当地读书的女儿,得知国内疫情陡然严峻,多间医院医疗物资极其缺乏,他说不仅是湖北省,包括安徽在内的很多其他省市也很艰难。胡建江开始联络澳大利亚华人华侨组织,与他们一起收购物资。 胡建江表示,非常时期采购工作并非坦途。 我们国外的侨胞也和我们一起同心同德的,把这些困难一样一样一样的来解决,出口的时间会久的,但是我们也用快递来争取每分每秒。 在胡建江及其团队努力下,第一批100件医用防护衣此前已通过合肥市鼠山区红十字会转交安一大二福院,而捐赠的第二批2000件医疗防护服现已运抵香港。 胡建江表示,将来还将给需要的医疗单位提供点对点帮助。 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社会各界透过香港中联办和其他通道向内地捐赠累计折合人民币超过10亿元。 一些团体和机构自发从海外采购物资,送往内地抗疫一线。 在胡建江看来,这都展现了香港同胞和祖国内地新联系的爱心和亲情。 胡建江认为,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展现了超强的动员力和凝聚力, 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处置非常地及时,过程也非常地公开透明。 这为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定有力的保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